確定你的60...也許是62列裡面的資料有 確定有 因為如果說你假設原來是已經刪除了 你又再刪除 那理論上應該62列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我可以依照... 假設依照可能性 A62裡面有沒有資料 如果沒有資料的話 那你就不能再刪了 假設你再按下去的話 它又會再幫你刪掉 所以我可以怎麼做呢 最簡單的寫法是 直接在那個刪除空白列之前 我先寫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就是如果... 其實... 判斷什麼呢? 如果... A62那個儲存格 那就用Range好了 Range A A62那個儲存格裡面呢 是要有資料的 才去刪... 有資料才刪 沒資料的話就不能刪 因為像現在這個時候呢 底下是沒有資料 所以如果沒有資料的話就不刪的話 那我可以什麼 它如果沒有資料的話 那我應該什麼 要刪的話是... 當它... 是沒有... 不等於空的 所以不等於空的 不等於空的 空一個Zen 才去刪除 先打 那反之就不管它了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加一個什麼呢? 刪除空白列的時候 當它不等於空的 意思就是裡面有資料的時候 才去做... 這個回圈的敘述 所以把這個回圈敘述 搬到邏輯裡面 按個Tab鍵 這樣的話呢 就多一層防袋 這個防袋就是... 當它不等於空的 意思就是裡面要有資料 才去刪除 如果它沒有資料 就不刪除 OK 大概是這樣邏輯 那我試一下好了 如果說這樣子 那不過如果你... 擔心可能邏輯出錯 那我們就... 我們試一下好了 如果說現在應該不能刪除 那當然我建議 跑程式的時候 如果你剛寫好 那不確定是不OK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按F8 F8試試看 這裡面是不是空的 它裡面喔 如果你不確定這邏輯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有沒有要放上去 它會跟你講說 這個邏輯是False False的話就是不對喔 它裡面是空的 是空的話怎麼樣呢 跳過去了 意思是什麼 它就不會執行 OK 不會執行 OK 那就是不會刪錯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反正你就找一個可能的一個判斷基準 然後呢 當那個邏輯出現的時候才能刪 不出現的時候就不刪 那我這個地方是乾脆什麼 挑什麼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刪除 它不會執行 那再來的話呢 我把它直接再插入 這個時候的話 因為它什麼 它裡面已經 62裡面有沒有資料 A62裡面有資料 所以有資料的話呢 我現在再刪 可不可以刪 試一下 再刪除它 它有在動 它有在動 有沒有 因為A62裡面有資料 有資料才可以刪 沒資料 就不能刪 這個當然我是找一個可能比較簡單好判斷 防呆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有的時候可能你們要自己去針對 你自己工作裡面的邏輯 去找到那個判斷的依據 最後的話當然還有一個 所以把它再 再來就是 已經有可以刪除 刪除 刪入列50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要再來做 把那個禮拜六禮拜天 把它換不一樣顏色 那禮拜六禮拜天怎麼換不一樣顏色 當然以前如果你要塗法煉鋼的話 可能禮拜六 我就把它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字是深綠色的 那如果底色的話呢 把它改一個淺綠色好了 那如果禮拜天 加一個深 加一個什麼 紅色字 加一個黃色底 那可是問題 一年裡面的話 總共有 幾週呢 五十二嘛 所以你如果要做 你要做五十二乘二啦 所以要做 哇一百零四次 那當然我們 就不是要塗法煉鋼 可是如果不是塗法煉鋼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式 快速的幫我把這件事情做完 那當然至少有兩種方法 一種方法是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有個新增規則 新增規則裡面呢 那你要特別注意 你還不能選錯 你要選哪一個呢 第一個不行 第二個不行 只有最後一個可以 使用公式 這個公式指的就是 你可以用什麼 E-sale裡面的函數來判斷 那E-sale裡面的哪一個函數 可以判斷是不是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的話 剛剛有用到嗎 你可以用weekday 所以呢 這個公式意思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weekday 打在下面這底下 但是它的缺點是說呢 它沒有辦法像 E-sale裡面可以用插入函數 你必須要自己從頭打到尾 而且還不能打錯 如果那個條件為真的話 為true 它就會幫你做下面的事情 所以 特別注意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把它先復原一下 底下的這個就不是土法鏈鋼了 那我就怎麼樣 1 記得 先告訴他說 我要的範圍在哪裡 我要設定格式化條件的範圍在 這個 從A2 選取 整個 年曆的範圍 所以 有日期的部分都要選取 然後呢 A2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整個範圍選起來 不過你會發現 下面這個說明 乾脆把它拿掉 這個說明其實不需要 這底下這個多餘的 先把它刪掉 然後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有不要放A2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一 先把你要判斷的範圍先選起來 二的話呢 到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新增規則 那找到使用公式來決定 公式是什麼呢 特別注意 等於先打個等號 就跟在那個資料編輯列打的方式差不多 weekday 這個可能要自己記一下 weekday的這個拼法 那瓜胡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你要跟他講說 你剛剛選取的範圍的第一個在哪裡 第一個其實是A2嘛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就是先抓A2過來 判斷一下是不是禮拜六 所以禮拜 所以A2 瓜胡 等於 禮拜六是多少 等於 禮拜六是7嘛 對 沒錯 7 那你想說老師那為什麼只有指A2 他就會先抓A2 然後再來 B2 C2 他會一直幫你執行到最後一個 所以選取的範圍指的是你要執行的範圍 A2指的是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一個儲存格 OK 應該可以了解那個邏輯吧 然後呢 如果等於7要做什麼格式 請你把什麼呢 字型的部分 改成深綠色 填滿改成淺綠色 自己改一下顏色啦 不一定要這顏色啦 不過大概是這樣 OK 好了以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禮拜六 有沒有 全部都搞定了 這樣就OK了 再來的話禮拜天 一樣喔 再新增一個規則 那規則一樣是由公式來決定 所以等於什麼呢 一樣喔 weekday 所以這個可能要自己再打一下 weekday 當然你剛剛 要不就把剛剛的公式 負式貼過來也可以 等於多少呢 禮拜天是 1 那設定格式的話呢 底下格式 填滿是黃色 字型的話呢 是紅色 按個確定 OK 你會發現喔 這樣的話呢 就 禮拜六 禮拜天 全部就格式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步請你把 整個日期的範圍做選取 二的話呢 就是到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找到使用公式來決定喔 OK 然後輸入公式 那不過呢 這個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的話是用VBA寫 想說VBA要怎麼寫 再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一下喔 這個公式可能要自己打 不要打錯 打錯它就不會出現喔 OK 要不要再打錯了 我還是想說 哪些地方 然後這邊 找到 那些地方 有個